Hello 大家好 我是耶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知道當你開始決定說你要開始規劃投資啊 然後趕快達到你提早退休這個目標 你就會發現說天啊怎麼這麼多事情要做 然後呢怎麼這條路這麼的艱難 沒有我想像中的容易 雖然說我們在講的時候都會把事情講得很簡單 但是你真實的去做的時候才發現呢 沒有那麼簡單的 用講當然就會比較容易嘛 其實達到財富自由提早退休這件事情呢 沒有很複雜 但是如果一項簡單的事 長期去做的話你會發現說真的不容易 有非常多的誘惑啊 有非常多的突發事件啊 然後有很多的意外等等的需要你去花錢 然後你就存不到那個錢了 還是說呢會有很多的人看不好你 會潑你冷水啊 會一直嗆你啊 會一直酸你等等的很多事情會發生 所以今天在這個影片裡面呢 我想跟你分享十一個tips 讓你在這一條路走得比較容易一點 這是一個幫助你賺更多 存更多來提早退休的頻道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頻道的話呢 趕快訂閱這頻道才不會錯我之後的影片哦 Hold on OK 這個影片呢是給已經知道怎麼做 來達到起草退休 財富自由的人 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做的話呢 你先不要看這個影片 你先去看我的免費教學 我的免費教學在這個影片下方的 第一個連結裡面都會講說怎麼去做 那這個影片呢是保留給已經知道怎麼做的人 而且呢正在投資路上的 先去看那個教學 那你教學看完 然後你再回來看這個影片 你會比較會比較make sense 一點 不然等一下我講的東西你可能都不知道 哦我都還沒有開始做啊 你叫我做這些事情幹嘛 你都會有那種感覺 OK 好那現在回來 如果你已經知道怎麼做 而且呢都已經走在財富自由的路上的話呢 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有什麼方法 來讓這一條路走的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真的就是很難 OK 那第一件事情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但是還是想再提醒一下 就是把債都還掉 你有什麼債呢 你有卡債你有學貸 盡量呢就把它還掉了 因為呢你不想要等到你退休的時候 還有一大堆債 我在這裡講的方法是當你投資指數 我不是說你投資房地產 然後利用銀行的錢 那個方法不一樣 那個策略不一樣 不是在我們這個頻道上面去講 我們這個頻道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投資指數 OK 那當你發現你快要接近你退休年齡 還是說呢 你不想要生活有這麼多的壓力的話呢 趕快集中火力的把你的債還完 如果你在我的美股被動時投資課程裡面的話呢 我會跟大家講說 先還完債 先存到緊急預備金再去做投資 但是我知道啦 不是每個人都會停 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子去做 所以如果你有債的話 趕快把它處理掉 真的會讓你輕鬆很多 相信我 因為我家呢 從小到大 家裡呢 就是有很多人追債 非常非常多 那個生活的壓力 跟現在比起來 真的就是差很多 之前我們家就是非常非常的負面 每天生活都很負面 如果你發現你自己也有這樣子的狀況的話呢 趕快集中火力的把你債還完了 會讓你看到很多新的機會 特別你要想一下 當你退休的時候 你就是沒有任何的工作了嘛 可能到那個時候呢 你已經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了 你的生活費就是靠你的投資組合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再給自己增加很多其他莫名其妙的壓力 當我們把債還完之後 我們就沒有這個壓力了 那第二個Tips呢 想要分享給你們的就是呢 我們要靠系統 不要靠意志力 千萬不要靠意志力 在上個影片呢 我分享了 我是怎麼靠自己的系統嘛 對不對 你看一下自己 你有沒有個系統 通常我們講到系統 講到System這兩個字呢 很多人呢 都會以為說 你需要用什麼APP啊 你需要用什麼電腦承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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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系統呢 就是自己能夠按照去做的一些步驟 就叫做系統 比如說 禮拜一要做什麼 禮拜二要做什麼 禮拜三要做什麼 每個月的五號 每個月的十號要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就是一個系統 OK 不要想的太複雜啊 我知道呢 你們 你們看到影片呢 都會覺得說 OMG我沒有系統 我沒有什麼 就覺得很慌張 更慌張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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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影片呢 就當作娛樂就好了 所以呢 你只要製作一個 比如說像現在 你有沒有 你投資的日期是幾號 那你存錢是幾% 等等的這樣子 基本的系統 讓自己記住 不要說 這個月呢 賺的比較多 所以我就要投資多一點 這個月賺的比較少 還是說呢 這個月呢 我不想要存錢 因為我想要花在某個東西上面呢 所以我就不想要存錢 NO 不要靠意志力 因為呢 我們都會自己騙自己 所以呢 製造一個系統 無論多少錢進來都是多少% 無論怎麼樣呢 幾月幾號就是要投資 等等的 製作出這樣子的系統呢 可以幫助減少很多的壓力 那接下來 第3個Tips呢 也是給存錢有障礙的朋友 就是 先給付自己 這個金 聽爛了說我稍微帶過一下 如果你還沒有聽過 先給付自己這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 當你的收入進來 你就要馬上給付自己去投資 OK 把一部分撥出去到存款賬號 投資賬號 不要等到那個月底再去做 因為我們都會告訴自己說 月底呢 有剩餘多少錢 我們再去存嘛對不對 但是有哪一個月是真的有這樣子做的 應該沒有吧 對不對 我們都會想要花掉 所以呢 把存錢這件事情 當做你每個月的第一件事去做的話呢 真的會幫你省到很多錢 我就是這幾年來就是這樣子 我領到多少錢 趕快撥去投資 剩下才是我的生活費 不然的話 我真的就會把全部的錢都花光光 接下來第4個Tips呢 就是日子過得好 但是不要過得太省 我覺得說省錢呢 不是叫你說你的錢都不要花 這個也不要花 那個也不要花 什麼錢都不要花 他就過得非常極簡 No 省錢呢 是要去想一下自己在乎什麼事 自己不在乎什麼事 然後在乎的事呢 就在那邊花錢 因為呢 你在這邊花錢的話 你才會得到最大的滿足感 最大的快樂 但是如果不在乎的事情 一直花錢 你只是在浪費錢而已 比如說像是我自己呢 我真的不在乎我騎的車 我開的車是什麼車 然後我也不在乎說自己有沒有車 所以我絕對不會花很多錢在車上面 你可以跟我講說有哪個地方 一直有什麼車 我不在乎你不要跟我聊那個 真的我真的不在乎 有些職人會很愛跟我聊車 然後我都會 都會覺得說 Oh my god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Calm down 所以呢我不會花很多的錢在車上面 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會說 可是我在乎的事情很多啊 什麼東西我都覺得說會帶給我的快樂 然後我們去分析一下 比如說有些人喜歡去購物 然後問一下為什麼你喜歡去購物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呢 原因不是只有這麼表面而已 在之前我訪問Joe的影片裡面 他有講到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喜歡跟朋友去聚餐 有時候不是因為那個餐點而 是因為呢 我們想要跟朋友聚一聚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花錢的事情呢 不是那麼表面而已 我們要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做出這樣子的消費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做更好的策劃 來帶給我們更高的幸福指數 然後呢 我覺得說也不要過得太極端啊 就是什麼都不花啊 如果你想喝那個咖啡 你就去喝啊喝 我之前會跟你們說 喔 省了咖啡簽下來 可以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 但是如果 OMG 生活壓力很大 工作壓力很大 那就喝那個咖啡嘛 那個咖啡可以帶來幸福感對不對 那幹嘛省了咖啡 我們可以在其他 我們不在乎的事情去省 享受你的生活 過健康的日子 這樣子 你才能夠在退休生活的時候 去過你享受的生活 健康的日子 那第五個Tip呢 就是專注在目標 但是享受現在 我知道 如果你看這個頻道的人 應該都跟我一樣 就是我們會focus在 二三十年 或是十幾年之後的目標 然後我們不care現在是怎麼樣子 我們只是說 我要趕快達到我的目標 我要趕快 我要趕快退休 我要趕快提早退休 我趕快fire我的老闆 等等的 我們比較不會去care說 現在我們生活是怎麼樣子 我們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啊 我們有沒有去享受現在 我們有沒有去在乎現在 因為時間很快就過了 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寵物 我們的家人 我們到底有沒有花時間 去跟他們相處 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花時間去體驗它 因為如果我們有沒有花時間去體驗 一直去想著未來未來未來的話 一直活在未來 你有一天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有這些東西 到底有什麼用 因為我們都沒有在享受 我們都沒有在過現在的生活 我們只在擔心焦慮著 你知道嗎 如果你現在不學會讓自己滿足 不學會讓自己快樂的話 你將來達到你的目標 你也不會快樂 你也不會滿足 其實我在講這些話的同時 我也是在提醒自己 我也是一直在活在未來中 活在未來的目標上面 我趕快達到我的目標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但是呢 我要練習說 OK 我現在可以怎麼過得比較快樂 我現在可以怎麼做 我專注在現在 但是呢 也不要忘記呢 朝未來的目標去努力 我最近看了這本書叫做 The Settle out of mouth giving a fuck 好 中文放在這邊 因為我最近比較少買中文書 因為中文書要寄過來 需要運費 所以我直接呢 去買英文書就不用那麼貴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講說 因為我們太在乎太多的事情了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更快樂的話 我們是在告訴自己說 我現在不快樂 我現在不滿足 所以我才想要更快樂 但是如果你不去在乎的話 你去認清自己現在這個狀況是怎麼樣子 然後去接受現在的狀況的話 作者覺得說 會讓你更快樂 好啦我講 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去看一下這一本書 我蠻推薦的 OK 看完之後也可以跟我分享 那第六個tip呢 就是 永遠保持正向 那保持正向 有什麼方法呢 因為有些朋友會問我說 我為什麼可以一直保持正向 感覺說我什麼沒有負面的事 但其實跟各位講 你們看到了我 只是在鏡頭前看到的我 有時候我傷心 有時候我自卑 有時候我憂鬱 我是比較不會去分享這些事情的 我是有的 但是我要怎麼去讓自己長期保持正向呢 我前一陣子有看了一個心理醫師 那心理醫師有分享給我一個tip就是呢 當我每次傷心 當我每次感覺不好的時候呢 我要去接受那件事實 因為很多時候呢 我們傷心 我們焦慮 我們就會一直想要 不要再焦慮了 比如說 現在心跳得很快 呼吸跳得很快 我們就想辦法說 怎麼樣可以讓我不要繼續這個狀態 怎麼樣可以讓我不要繼續 然後我們就搞了自己 更多的壓力更焦慮嘛 對不對 比如說像最近我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睡不著 所以呢 我就一直想說 我睡不著睡不著 我就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壓力更大 我就睡不著了 那我的心理醫師跟我講說 你要去接受是 我們人本來就不是每一天都是快樂的 所以如果不快樂也是可以的 It's okay 所以我們要去接受的時候呢 你才會有機會讓自己變得快樂 如果你不去接受的話 你只是會掙扎 你就會變得更不快樂 這個tip我覺得蠻好的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可以多多聊這個部分 你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你怎麼讓自己跑子更正想 那第七個tip呢 就是不要在意酸言良語啦 Oh my goodness 這個超難的吧對不對 其實呢這個社會呢是建造在消費主義上 就是每個人賺到錢就會想花 你有沒有看到身邊大部分的人 包含我們自己有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有錢就會想著說要怎麼去花這個錢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在想著花錢 沒有想到存錢投資這件事情 所以當他們看到你在存錢甚至是投資的時候呢 跟他們自己人生的理念不一樣呢 他們當然會去酸你 會去反駁你 因為這就是他們一直來相信的事情 比如說好了 有一個人他相信說地球是圓的 然後 比如說像是有一個人他相信地球是扁的 你再怎麼跟他說地球是圓的都沒有用 因為他就是相信地球是扁的對不對 所以他會去反駁你 他會去攻擊說地球就是扁的 他還給你一些亂七八糟的證據 來讓你看到說地球是扁的 一樣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他們都瘋狂迷上消費了 所以你讓別人知道你在投資 讓別人知道你在存錢的話呢 他們會覺得說你幹嘛存錢有錢就要花嘛對不對 這樣這樣酸言良語 這個呢我們可以不用去在乎真的 比如說剛開始我去拍YouTube影片的時候呢 我會線上跟線下是一樣的狀態 線上呢我會拍投資起早退休的影片 在線下的時候呢 我也會去跟身邊的朋友說 欸你要不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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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去傳教 但是後來呢我就發現其實 別人的生活就是別人的生活 然後當我去跟別人分享這麼多的時候呢 有時候別人又不領你心意 然後他等一下會酸你等等的 所以我通常現在我都不會講 如果我線下有朋友不知道 我有YouTube頻道的話呢 他們問我做什麼 我基本上呢都會說 啊我有個行銷公司 就這樣子 我就會輕輕的帶過 我不會很深入的跟他們聊我在做什麼 除非呢有一個人 他特地的過來問我很詳細的問題 我才會去協助他 不然的話我就不會多講 因為解釋自己其實也很累 那接下來呢 第八個tips呢就是 多多去討論自己的未來 跟一個比較親近的朋友 或是你的夥伴 比如說像是我跟羅伯仁呢 我們兩個常常去討論自己的未來 可以幹什麼 討論說我們之後去英國 我們可以幹嘛 我們可以買房 投資房子 然後提早退休的時候 我們要幹嘛等等 怎麼去花這個錢 然後要怎麼去規劃 我們會討論很詳細 然後會一直去討論 為什麼要這樣多多去討論未來呢 因為我們會得到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呢 我們或許會發現說 自己目前消費花的太兇 那我們就可以hold back一點點 然後去不要花那麼兇 那第二個呢 就會更督促更激勵的 讓我們focus在目標上面 去存我們要存的錢 去投資我們的錢 對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分享給你 如果你沒有一個人 可以跟你聊未來的話呢 多多去結交這個領域的朋友 不用花時間去結交一些 興趣不一樣的朋友 因為聊也聊會來嘛對不對 接下來第九個tips呢 就是不要跟別人比較 不要再跟任何人比較 不要比較收入 不要比較存款 不要比較每個月 存多少錢 每一個人都活在自己的時區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 達到目標的時間 有一些人三十幾歲才開始工作 但是有一些人在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賺了幾百萬 OK 那有些人呢 到四十幾歲 五十幾歲的時候 才想說要投資 但是有一些人 四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提早退休了 所以不要跟任何人 去比較你的狀況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 就是不一樣 當你去跟別人比較的時候 你只會更自卑 有些人會賺的比你多 有些人會賺的比你少 所以你要跟誰比 你要跟賺的比你少的人比嘛 還是你要跟賺的比較多的人比 跟任何人比 你都會有那個負面的心態存在 如果你剛開始投資人 你跟我比 你就會發現說 業怎麼走這麼前面 但是如果你跟一個還沒有投資的人比 你是不是就走得比他前面很多 所以為什麼要比呢 我覺得比較是沒有意義的 我自己也會比啦 我這樣講 但是我自己也會比 比如說呢 你們如果有聽 Money Tea 的話 你就常常就聽到 我就覺得說 好業怎麼這麼省 他可能存到很多錢 等等的 還是說呢 我看到Selena 或Ashley 買這麼多的房子 我就說 Oh my God 他買好多房子 我自己只有一間 等等 你看喔 像這樣子比有什麼批用 我自己就有一間房子 然後我自己有存款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跟自己比 這樣會讓你更快樂 提醒自己一下 然後第十點呢 就記得 如果你現在有在投資的話 你有個靠山 你的靠山呢 就是你的投資組合了 無論什麼事情發生 無論現在你被裁員 無論你現在被炒了 沒有工作了 你有你的存款 OK 如果你有持續投資的話 這就是你的靠山了 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狀況好了 我常常會覺得說 Oh my God 如果有一天 沒有人看我的YouTube影片的話 怎麼辦啦 我是不是要收了 不用做 但是呢 我要記得我自己有靠山 哇我的投資組合啊 我已經夠了 OK 然後呢 我這個房子 如果出租的話 一個月我可以收 8到15萬的租金 OK 我已經去調查過了 所以我基本上 不需要做 我也OK 但是如果我一直在專注在工作的話 我會忘記自己有這些東西 我忘記自己有這些靠山 所以呢 如果你有持續的投資 持續的存款 記得 這就是你的靠山了 你將來某一天都可以運用這些錢 那第十一個tips呢 是比較 嗯 給巴一點 然後比較像是 自己 吸引力法則吧 就是先擰一封辭職信 如果你未來有想要辭職的話 或是說呢 寫一封信給明年的自己 也是一個好處 你可以擰一封未來的辭職信 就是當你達到你的目標的時候 你要去辭職這封信 你可能每一年都要去修改嘛 對不對 然後還是說呢 你可以寫一封信給明年的自己 告訴自己說你已經完成了多少事 來讓自己感覺一下 感受一下 那記得哦 當你寫信給未來自己的時候 要用過去式 如果你有參加今年的 設計自己人生劇本的這個活動的話呢 我們最後一桌的時候 有寫給未來自己的一封信 然後有很多人呢 念到哭 因為真的就是很powerful 有些同學念到哭 然後有些同學念到哭 真的很推薦你去寫這封信 那我自己是沒有寫辭職信啊 但是我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 每一年我都會寫這樣子 希望你喜歡今天這個影片啦 如果你還沒有參加那個免費課程的話 趕快去參加 因為我現在呢 要做一個新的一場了 所以這個舊的有可能就會拿掉 如果你還沒有參加的話 趕快哦 然後呢 那個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幹嘛 為什麼不訂閱頻道 你看到這裡還不訂閱 是不是在折磨自己呢 對不對 訂閱頻道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哦 這樣可以幫助演算法推出影片 可以更多人知道 也幫助我成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之後再見囉 Bye Bye